教育總會跟醫師學會舉辦的 我們國際醫療的forum 我們的蔣員的數字真的是非常的好 今年是北醫創校60週年 在校我們支持之下 學校在各方面的發展都算相當的順利 感謝我們的董事長跟董事會 還要感謝我們的校長這麼努力 讓台北醫學院有這麼多的好事情發生 北醫大跟全體台灣醫界 為我們國人健康所說的付出跟努力 我們身體裡請證明 台灣是健康的 台灣是幸福的 多虧北醫大 從一個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回到台灣 才真正的感覺到說 我們在台灣實在是非常的幸福 很高興我們辦到第八屆的這個醫療高中論壇 我們會繼續辦下去 因為不管是身為校友總會的理事長 或者是醫師協會理事長 我都跟永溫醫師長一樣拚老拚繼續做 希望把總的肥肌考慮 當年我是六年了 民國六十年那時候進到北醫 那到現在看到北醫實在是不一樣的 可能未來十年後 二十年後 再來回顧這段的歷史的時候 也可以想起說 北醫在整個世界疫情困難的時候 讓我們北醫人也做出了一些貢獻 明年是北醫附設醫院 即將脫胎換骨的一年 經過了將近十年的預備 明年癌症大樓要啟用 明年新型的資質治療機要啟用 將把北醫附設醫院帶到淋淋坡的高潮 請各位能夠支持也拭目以待 我在美國的疾管局 就是CDC服務25年 今年退休回來 看到台灣的這個疫情的控制 大家都知道台灣這次 在這個COVID-19疫情的控制 是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基本上感觸很深了 因為我是從美國一個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到台灣覺得台灣的人民非常的幸福 在政府的努力的防疫工作當中 大家都還能夠過著非常幸福美滿的生活 可以到處欣賞美景美食 這個是美國目前至少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在此我覺得 特別是北醫人在這次的疫情當中 成部長 舊書長 幾位關鍵人物 把這個防疫工作做得可圈可點 在此身為北醫人我覺得非常的驕傲 北醫最近還有許多硬體建設即將完成 包括癌症大樓跟資質治療中心 都將在明年中正式落成啟用 同時我們雙兒醫院的BGD 包括教學研究大樓跟生醫科技大樓 都將在明年的9月正式落成來啟用 要恭喜所有的北醫人 北醫今天有這麼好的成就 我們北醫的學者更該因應為人 將來畢業出到社會上 希望大家能夠更努力地來回饋我們北醫大 我們北醫大過去60年 在校友的支持 還有學校同仁們的努力 在學術 在醫院經營的表現 也相當的好 也請各位校友 有空的話能回到北醫看看 看現在的北醫 跟你幾年前在讀北醫的時候 有什麼不一樣 歡迎大家回來 謝謝 我們下班就在學校同仁們的開放 我們下班的道具 45秒 妹